近来原物料价格大涨 包括了钢铁等金属材料 也都成为小偷鲫鱼的对象 凤林镇日前有砂石厂向警方报案 厂内3000多公斤的钢铁失窃 而警方寻线找到两名嫌犯 还查获了毒品依法移送侦办 凤林警分局南平派出所日前受理窃盗案件 据报案人称 所管理的沙石厂有物品遭窃 损失货柜铁皮以及H型钢铁 约3000余公斤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启动鹰眼小组调阅现场附近路口监视器 锁定辖区内的灌窃以及治安人口 刘姓灌窃集团涉嫌案情的重大 并于24日 昨日刘贤跟温贤等人 我们将他追汽到案 那同时查获了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素包 全案依刑法窃盗罪 解中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本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发现生活周遭 有疑似窃贼的人士 请立即拨打电话 报请警方协助盘查询问 避免了一个财务的损失 刘贤以及彭贤两人涉案情结重大 凤林分局辞花莲地方法院搜索票 当场查获刘贤一人 以及涉案的自用小货车 以及切割钢材工具 经了解失窃的钢材不法获利 新台币约两万三千余元 立民涉案的彭贤 警方正在全力查气当中 征讯后全案一切到罪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